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杜帅两口子闹别扭啊 是床头吵架床尾和 可有的人呢 在气头上啊 就偏爱钻的牛角尖 生理起来是没完没了 结果呢 不但伤了和气 还可能会发生一些 连自己都意料不到的事 下面要说的这位就是如此 这里是隋中县范家乡的烙豆沟村 这位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张大姐 以前她可是个干活能手 可是今天 异常的吃的样子 让人看着就心疼 是生病了 还是有心事呢 看到这只手 您就明白了 左手中指和无名指断掉了 而食指好像也不怎么灵活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张大姐落下了这样的残疾呢 现在后悔一下 旧个儿有时候也哭 旧个儿 既然你会把手指挪完了 就冲两孩也不能挪这手 是不是 瞅这意思 手指是给剁的 那究竟是谁这么狠心呢 是意外 还是另有隐形 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这天下午 门诊大厅突然来了一位病人 被人搀扶着 表情异常痛苦 他的左手被毛巾包着 鲜血渗了出来 病人这个面色比较苍白 出汗比较多 来点后就说 这个手指上来进行方法 这位病人就是张大姐 医生们赶紧把他送到了急诊室 打开毛巾一看 医生吓了一跳 左手中间三根手指 竟被整齐的切掉了 经验告诉他们 这一定是被刀或者是利器切掉的 不然伤口怎么会如此的整齐 那么究竟是怎么被切的呢 经询问才知道 惨剧就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前 这位是张大姐的爱人刘大哥 北方汉子平时就好喝几口 一喝醉了 麻烦就大了 不干活还老惹事 夫妻俩没少为这吵架 上午时分 张大姐从地里回到家 没吃饭不说 忙一上午还得去喂羊 一看见刘大哥还在那喝酒呢 这气啊就不打一出来 最后两个人就拌上嘴了 生气归生气 可得让羊给饿着呀 于是张大姐一边给羊弄吃着 还不时的冲屋里嚷嚷 一看屋里没反应 更是生气了 也许是漆头上疏忽了 惨剧发生了 我手的一个失忠缓止三个手指 从这个中间医院 完全离断 不要整齐 来的时候手指也没有 张大姐在给羊切草时 不慎将左手三根手指给剁了 所以才会留下这么整齐的伤口 很快张大姐就被送往了手术室 由于病人只是要求缝合伤口 这样医生们觉得很奇怪 切掉的手指哪去了呢 得到的回答令人惊讶 但是手指没带了 我们就要求说 你这个手指哪里去了 短了就这样 传笼了 那病人当时感到 第一个是感到比较惊奇 说这个掉了还能接 我说这完全可以接 农村来说 没有这个节目 说接 把这手还能给你接呢 农村来说没有 没听过 没听过 在医院 我们经常能碰到 断腿断臂等情况 专家说了 只要是窗面破坏较小 基本都有接活的可能 这是常识 小王是个农民工 因为在工地干活时出了意外 手臂被卷进了机器里 胳膊从肘部以下断掉 不幸的是 由于断肢在运送过程中破坏严重 无法接活 从此他失去了手臂 烙下了终身残疾 春大说断肢能否接活 除了要看破坏的程度 还要取决于保存的方法 和接活的时间 如果完全离断了这些肢体 以往下边送上的一些病人 也有是用这个酒精浸泡的 也有用盐水浸泡的 这种做法是不行 如果经过浸泡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再 再没有再次的机会 当得知断肢能被接上 张大姐感到很欣慰 因为自己的手有救了 由于气纹较高 路程较远 三根断肢必须得到专业的保存 医生决定和刘大哥一起回家 那么如何正确的保存断肢呢 主要还是一个干燥的保存办法 就是说你这个用清洁的布 或者是毛巾 把它包起来以后 放在塑料袋里边 然后塑料袋旁边放一些冰块 尽量这个温度降低一些 这样保存时间长 专家提示 断肢保存应该是在干燥的情况下进行 不能将断肢直接浸泡在 勇于降温的冰块和凉水中 由于气温较高 三根断指一直裸露在院子里 时间越长肯定破坏越严重 只有尽快取回手指 接活的希望才会更大 而且越早取回手指 再直的效果就越好 如果天气比较热的话 要求的就比较高一些 一般的它这个要求是在六小时之内 现在距离切断手指已经接近两个小时了 为了争取最佳手术时机 一行几人火速赶往范家乡 四十分钟以后 大家来到了张大姐的家 进了院子一看 切下来的手指不见了 找了有十多分钟 没发现那个手指的 此时张大姐已经被推上了手术台 医生们正在焦急的等待着前方的消息 同时为了恢复张大姐左手的部分功能 医生们决定 一旦断指找不到 手术方案就要随机改变 如果手指针找不到 咱们就准备给它行这个再照顾 准备从它自己取两个脚趾 移植上来 然后给它再进行这个恢复手的功能 那么你这一个剩一个拇指一个小指加埋 功能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到那三根断指 那么这三根断指能到哪里去呢 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 林俊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说是当他们去医院时 他看见村中的一条野狗进了他们家的院 那么这三根手指是不是被这只狗吃掉了呢 依照邻居提供的特征 大家还是决定找到那只狗 确定了几个目标以后 一场捉狗大战开始 当时咱也不敢确定 因为就是这条狗把这手指都吃了 也是抱着小信心 林俊拉到医院 到医院再看看 把就是狗肚子给割开 看看到底有没有 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离奇的手指已经四个小时了 究竟手指在不在这只狗的肚子里 有没有被狗嚼碎 或者是已经被胃酸消化掉 现在只能是碰运气 手术台上 医生们还在等着断指的消息 费了半天的劲 大家终于抓到了那只黄狗 打晕后 他被火速送往医院 麻醉以后 他的胃被切开了 这气头一过 张大姐是后悔的不得了 怎么也没想到 一不留神 竟然把自己的手给切了 这孩子等着钱上学 地理的庄稼等着重 没这手能行吗 万幸的是 张大姐呢 手指切了还能接活 当务之急啊 就是在狗的肚子里 找到被切下的那根手指头 那么事情进展的顺利呢 张大姐还能有一只完整的手吗 理所当然的快乐 里能电动车 唐铃山烧鸡烤鸭店 小贩投资 让您轻松当老板 夫妻吵架 手指被意外砍断三根 短了 纯冷了 手术皆知 三根残指竟神秘失踪 没发现那个手指头 一番调查 黄狗成为掏指一犯 就是这条狗把手指都吃了 那么断指能否被找到 会不会被狗嚼碎 或是消化掉 断指迷走正在播出 黄狗终于被送到医院 狗的肚子里能否找到手指呢 人们在焦急的等待着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五个小时 再过一段时间 即使找到手指 也将失去接活的机会了 而张大姐也将面临 左手残疾的可能 要是你说没这手了 你就不能干 干加入这活 就能农村这些劳动活 你不能干 与此同时 在处置室中 偷指一犯黄狗很快被麻醉 医生迅速切开了他的胃 打开一看 结果却不进入人意 胃里面就发现有两个手指 有一根手指呢 就是说断断呢 已经被这个胃液腐蚀的比较严重 有一根手指呢 这个指背呢 有狗咬的那牙印 那么第三根手指在哪呢 大家分析 这第三根手指 要么被狗嚼碎消化掉了 要么就是被另一只狗吃掉了 可是现在没有时间再回去了 此时找到的两根手指 很快被送进了手术室 起传两根 找到的一个是 食指 一个是缓指 中指就没找到 手术大概有六个小时吧 十天以后 张大姐被接获的手指就能动了 这期间出了点小意外 由于政治农忙事件 兴趣的张大姐没等伤好 就下里干活了 不小心把街上的无名指又给弄折了 失去了再次接活的机会 但庆幸的是 最重要的食指保住了 那拿就是轻微的 一般都能拿的 拿有棍 拿着就是沾桌 拿个豆角的 从接着到现在 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了 哎呀 幸亏现在医学是越来越发达 要不然张大姐那只手啊 就算是彻底的废掉了 我们经常说呀 家和万事经 一家人哪有那么大的气啊 你看 这真掉起这来 还不就是闹个记忆伤身 又伤心的下场 冲动什么鬼 哎 是不是这天一热 人的情绪就容易焦躁啊 这不在山西省文喜县的新生村 又两口子吵了起来 而且他们争吵的原因呢 据说和拖鞋有关系 这倒挺奇怪的啊 咱们去看看 究竟是怎么回事 给他们劝劝架劲 这就是他们的家 看着家里的摆设呀 日子过得还真是不错 那好好的吵什么呀 你看你哥 我们真不生气 我确实开发 原来是岳父六十大寿 那不去可不成 可是陈大哥 你为什么不去呢 原来是为这个吵架呀 不过多了小气 也真是难受 估计两位这事 还专门去了趟医院 那穿共用的拖鞋 会传染脚气吗 你想穿拖鞋呀 供应爪巾呀 等等吧 好多原因都可以造成这个脚血 医生说的脚血啊 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脚气 为什么脚气可以通过拖鞋传染呢 因为这个拖鞋 假如说这个拖鞋是由脚血的人穿过的拖鞋 它脚上这个铃靴吧 真菌的铃靴可以脱落 脱落掉鞋上以后 其他人再穿 这个真菌呀 就可以通过脚制成 再进入皮肤内 所以这样吧 传染上的脚气 原来穿共用的拖鞋 还真是能够传染脚气 可是孙大姐说了 陈大哥染成脚气是另有原因 我说你接了俩 我才给你拍摄 脚鱼你又接不来 我能给你拍什么 还冤了俩 孙大姐认为 陈大哥染上脚气 是脚烂了造成的 这说的似乎也有道理 那是不是只有脚烂了 才会染上脚气呢 不是 它也可以传染上 你像真菌吧 它通过脚制成以后 也可以进入皮肤 这样可以传染上 原来只要是穿共用的拖鞋 即使脚步没有创伤面 也有可能染上脚气 这件可真麻烦了 如今居住条件好了 到别人家里 很多情况下 要穿共用的拖鞋 这可怎么办呢 咱们看看乡村百姓 都有什么办法 那就没办法了 只能穿了 没办法只能穿 那您不怕得小气吗 怕我也没办法了 那没有办法只能穿 那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它变得卫生 不会给它穿染病 没有 不知道 没有办法 您觉得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真的是没办法吗 咱们问问医生去 首先穿的以前 最好是用清水冲洗一下 其次穿过以后 在五小时到六小时以内 流动的清水冲洗一下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不会穿染上这个脚型 原来在五到六个小时内 用清水就可以把镇筋冲掉 这个方法太简单了 以后咱要是穿了 供应的拖鞋 就这么办 你这可怎么跟他来拍摄 医生不就要拍摄 来给拍摄 采燃接气吗 你这是麻烦 你又拍摄 都是一家人 你接气就好 你这是穷将就 孙大姐真的是穷将就吗 自家人共用拖鞋这个问题 从卫生的角度和健康的角度 别这样 这样做不好 应该分开 有的脚气吧 并不是那么明显 症状很轻微 但是它仍然有传染性 原来就是自家人 没有脚气 也不要乱穿拖鞋 而且还要定期消毒 说到消毒 孙大姐一般用什么办法呢 哎 我也好办法 加把消毒液 给他跌在他无敌消消毒 这不是色病 觉得他杀死啊 我还要杀死 嗯 这个方法不错 用了消毒剂 神细菌 不都被杀死了吗 这个大可不必 你要用清水清洗 冲洗冲洗就行了 或者说有些消毒剂啊 对人的贫护也有刺激性 如果冲洗不清 反而四得其反 医生说了 脱鞋用清水冲洗 或者在阳光下曝晒 就可以消毒了 除了这些以外 穿拖鞋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你像这个身体剧寒的人吧 比如说老年人 他有风湿病 不穿袜子 广穿拖鞋 早两以后呀 可以加重这个病情 有个别的孕妇呀 还可以引起公缩 造成流产 原来还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难道他们就不能穿拖鞋了吗 他们最好是穿上袜子以后 再穿拖鞋 穿拖鞋它起了什么作用 它主要起个保暖的作用 风湿病人和孕妇 要注意脚部保暖 低光涂衣食凉快 还有一种人 穿拖鞋也和其他人不一样 像身体比较肥胖的人吧 他那个站立时间长以后 穿拖鞋时间长以后 脚弓下陷 容易感到疲劳 像这类型的人 那脚后跟啊 那高上的 应该是二厘米左右 比较穿上比较舒服 穿拖鞋卫生姿势 一 穿过共用的拖鞋以后 在六个小时以内 用清水冲洗脚部 二 经常把拖鞋曝晒或清洗 三 风湿病人 孕妇 穿上袜子 再穿拖鞋 四 身材较胖的人 最好穿 戴两厘米后跟的拖鞋 夏天啊 乡亲们都喜欢穿拖鞋 真没想到这里面 还有那么多的讲究呢 看来今后还确实要注意了 别光涂凉快 涂舒服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每周五次 每晚六点 样式七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看看明天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 陆江大峡谷 悬崖绝壁 江水咆哮 惊险的过江方式 摇晃破旧的教权 敬请关注 用生命掌握平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